我们昨天晚上住在武林宾馆 然后价格还蛮便宜的哦 它都有打折 公务人员军警都有打折 然后蛮便宜的 才1640而已 那今天早上我们要把我们的大行李 大概两个人都是负重15到24公斤的行李 那要去做国光客运 要到宜兰市火车站 然后我们就拜托一下那个客房的房屋部 谢谢 房屋部 那他们非常的贴心 有派车载我们过去 那就不用赶赶赶的 大家可以考虑看看 然后呢 我们就会到有客服务中心这个地方 它是公车转应站 来坐公车 那早上9点10分有一班是往宜兰市火车站 那如果下午 它只有一天只有两班 一班是早上9点10分 一班是下午2点10分 所以你如果错过早上的话 就要到下午了 那我们是赶早上 所以才拜托那个房屋 已经在宜兰火车站要坐车了 那如果你幸运的话你可以直接到普悠玛号 直接到高雄新左营只要5点10分就会到 那因为普悠玛号都客满 所以我们现在要到台北车站换车 到台北车站我们要换高铁 耶 耶 更快到高雄 录像是5点10分钟 那我可以在宜兰市场上 这次我可以在宜兰市场上